白宫建筑群总占地面积7.3万多平方米 主楼占地约5100平方米 建筑群由三大区块组成 其中包括白宫 白宫周边的庆典区 以及相邻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 和美国联邦政府大楼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白宫的主楼 主楼又分为五个区域 从西向东分别是西乡 西侧门廊 行政官邸 东侧门廊和东乡 主楼共有五层 包括地下层 也就是所谓的地下室 里面主要是摆放园艺花艺用品 大厅层 ground floor 即第零层 第一层 the first floor 又称为国家层 零层和一层是白宫的工能房间 用来接待 会议 宴请重要来宾等 第二层 the second floor 是总统和家人居住的官邸 大厅层 国家层和总统居住的第二层 是我们今天要游览的重点 此外 由于白宫是美国国家遗产 其产权属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2007年 白宫被美国建筑学会评选为 美国最喜爱的建筑 第二名 而第一名是什么 请开动您聪明的小脑袋 猜一猜 马上在弹幕和评论区里告诉我 各位旅客大家好 我是西瓜旅行社的导游 小阿九 大家紧跟队伍 别走丢了 现在华盛顿的治安可不太好 今天我们的游览路线 是先从白宫东后门 进入白宫东翼 然后进入白宫主建筑 逐层参观 再往西进入西乡 参观椭圆形办公室 最后再进入白宫的末日地堡 先去看看外围 白宫西侧的 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 是联邦政府的主要办公区域 内设副总统办公机构 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 和国家安全局办公室 该楼也是副总统 举行一系列的签约仪式 新闻发布会和拍照活动的场所 而白宫西侧的联邦政府机关 主要包括国会 总统 联邦法院 三大机构 依据三权分立和联邦制 两大政治思想而设定 将立法 司法 行政 三种权力分别独立 互相制衡 接着我们准备进入 白宫主建筑东翼 开始参观 我们将从这个点 开始我们的旅行 这里属于白宫南草坪 即我们前面所讲的 庆典区 多数总统户外新闻发布会 和各种庆典活动 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美国总统乘坐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专机 一般为专门的直升机 会停在南草坪 一般来说 美国总统从白宫出行时 都是先乘坐 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 到达相距约17公里的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再转成两架空军一号中的一架 关于空军一号的详细揭秘 请在首页翻看前面的视频 南草坪属于白宫后门的一侧 顺着这个半圆形的路径走下去 已经远远的可以看到 白宫主楼东翼了 心情有点小激动 白宫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 共有132间客房 35间浴室 412扇门 147个窗户 27个壁炉 8个楼梯和3架电梯 此时您一定需要一个 九姑娘特制的白宫平面图 不要998 今天只需要点赞 关注加收藏即可 这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地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大量的实木装修 墙上挂着一些 美国前总统的照片 右前方是一个老板搬台 都是实木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要是这里闹白蚁的话 往前走 左侧就是楼梯 右侧有提供给残疾人使用的 轮椅斜坡 上了斜坡来到拐角处 又是一个搬台 看来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安保 做得非常不错 接着穿过东侧门廊 走廊上依旧是各种总统的照片 装表起来 再往前走是这个房间 小阿九导游就要拿出自制的白宫平面图了 目前所在的是 Ground floor即第零层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这里 访客大厅 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了白宫的主楼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林肯雕像 墙上有四副一看就挺值钱的 美国前总统的油画像 穿过访客大厅 这个铺着红地毯迎接大家的长方形大厅 叫做中心大厅 一般都是什么级别身份的人才能走这里的红地毯 你懂的 白宫主楼不是普通嘉宾就可以进来的 一进中心大厅 左侧即为金银奖杯厅 右侧为图书馆 我们先进金银奖杯厅看一看 这里很有宫廷的风格 墙上挂了六副第一夫人的油画像 墙面的壁橱里摆满了金灿灿的黄金奖状 奖杯 还有各种精致的英法式镀金银字餐具 和镶金银器 这些都是前任总统使用过的 接着到对面的图书馆看一看 书籍紧紧有条的摆满了四周的墙壁 新主人拜登爱不爱看书我不知道 但前主人川普肯定是没怎么来过的 金银奖杯厅的隔壁 是一个名叫China Room的房间 很多铁支们肯定要问了 这是我们中国在白宫设置的办事处吗 不 英文里China也有瓷器的意思 这间房叫做瓷器屋 瓷器屋里收藏历届总统用过的瓷制餐具 其中有一套是从中国进口的名词 一个勺子都价值不菲 该楼层还有一个小型私人影院 全部由红色组成 一共总统和家人可以逐步出户的 在家里休闲娱乐观看电影 里面还有数十个座位 除前排的豪华座椅 是提供给总统等重要人员 后面的座椅 则是采用一种简单的设计语言 可以邀请核心的幕僚们 一起观看电影 或者播放影像资料 该层再往前走 就是情报处和厨房了 厨房没有什么好看的 情报处呢 我找了全网 也没有找到里面的信息 甚至没有一张图片 可见这里面应该是 做着一些比较隐蔽的勾档 所以我们就直接上一楼 看一看吧 首先从一楼正门进入白宫大堂 不算很大 左边的墙面有一个克林顿的油画像 右边有一张小布石的油画像 这是白宫正面进入的必经之地 左侧是通往二楼的总统官邸的楼梯 右侧还有一面大的镜子 正对着的是铺满红毯的白宫十字大厅 这一城我们还是从东面开始参观吧 最东面的这个叫做白宫东厅 是白宫里面最大的一个厅 用以会见重要的宾客 举行舞会 举办多人活动的场地 一次可容纳三百多人 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宽敞 三盏巨大的水晶灯 向大厅照的灯火通明 墙上依旧是历届总统的画像 颇有庄严肃木质感 其中一幅名为乔治华盛顿的油画像 是整个白宫历史最悠久的一幅名画 据说价值连城 这里看起来很空 但却是随着需要举办的活动 可以任意更改设置 就在2020年圣诞节 上届总统尾声 前第一夫人还把这里打扮得火树银花 庄严古朴的白宫 在打扮之下变得格外妖娆 穿过东厅 在地图上得知 分别是埃泽的三个会客厅 分别为绿厅 蓝厅和红厅 三个大厅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设计语言 如联邦风格的绿厅 法国王室风格的蓝厅 仿地震风格的红厅 三座大厅富丽堂皇 古董 名画和珍贵典藏 一印俱全 特别是三个房间悬挂满墙的西式名画 每一幅都精美绝伦 价值连城 他们多数是来自于全球顶级财阀慈善家的捐赠 其中包括 张伯伦家族 奥本海默家族 洛克菲勒家族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等 没错就是那个相传顶几千个马爸爸的世界真正隐形首富 作为接待的房间也可根据需要随时改变陈设 去年圣诞白宫新年许愿活动 就邀请了许多孩子一起参观过此处 我想都会对孩子们纯真的心灵造成深深的震撼吧 也许美国的小孩都有一个总统梦 穿越红厅就来到了白宫国宴厅 这个大厅就有意思了 我们在介绍空军一号的那一集里提到了 川普曾在2019年当地时间1月14日 与白宫宴请获得全美大学美式足球赛冠军的 克莱门森大学老虎足球队 和我一起吃汉堡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大厅 与会的白宫幕僚 五星上将和同学们都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估计大家内心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 从这个小哥哥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毕竟川普是唯一一个在空军一号上 也要吃麦当劳的男人 二楼是总统官邸的私人住宅 大家先看一下二楼的平面图吧 主要有林肯卧室 第一夫人卧室 条约厅和总统夫人起居室 黄色椭圆行厅 总统卧室 著名的解放黑人宣言 就是在林肯卧室里签字的 历史上曝光的视频和影像资料非常非常少 当然信息挖掘机的小阿九 自然不会令大家失望 从奥巴马政府公开的某个任内自拍视频里 有一小段二楼的环境视频 二楼起居室里干净利索 没有多余的点缀物 但是看得出家具都是选用的上品 可以从白宫背后的二楼阳台 看到整个南草坪和远处的美国国家英雄纪念碑 前面的阳台更是可以看到白宫门前的景象 林肯起居室则是为了纪念林肯办公和召开内阁会议的地方 里面的摆设和物料虽然都很古典 但一看都是价值不菲 这是条约式 区别于椭圆形办公室 美国总统可在官邸里进行办公 也可以和来宾们商讨问题 这是另一个起居室 里面钢琴 书柜 座椅 沙发 一应俱全 功能齐全 可以说二楼每一处都是属于总统家庭的私人地方 让人倍感舒适的同时 处处透露着一种庄严之感 很显然像奥巴马之类的总统居住在这里 应该是感觉非常舒适的 他们也在多个公开场合 表达过对白宫的不实 正如不实评价空军一号一样 但又如空军一号一样 川普也是唯一一个嫌弃白宫的总统 他认为白宫的陈列老旧 装修朴素 和川普大厦没法比 也许正是这样不走寻常路的性格 才使得川普任期内经常随着性子搞风搞雨吧 原本川普任性的说了半年的狠话 声称不会将权力顺利过渡给拜登 本以为会这样不体面的收场 结果美国闹一闹 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权力交接 不得不说 老川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总统之一 他创造了太多的历史 譬如 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三被弹劾的总统里 唯一一个被弹劾过两次的总统 唯一以暂时状态使用过白宫末日地堡的总统 什么 要看白宫末日地堡 等一等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要介绍 参观完二楼 我们就要去白宫西乡了 西乡唯一的看点就是总统椭圆形办公室 基本上重要的会议和行政命令的签署 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完成的 椭圆形办公室是美国总统的正式办公室 顾名思义 办公室呈椭圆形 总统办公桌后有三扇朝向南的窗户 墙壁上挂满了美国历任重要总统的画像 房间北侧有一个壁炉并有多任总统的雕像 巨型班台后面有一个放满十任总统家庭相框合照的木桌 现在的这间办公室是由富兰克林 罗斯福任期内于1941年建成的 办公室后面两侧分别树立着美国国旗和总统旗帜 属于新古典主义巴洛克风格 保持了乔治亚时期的传统 办公室有四扇门可以通向白宫西义 十任总统一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改变布置 总统可以从白宫收藏里选取一幅绘画作品 或者在任期内从博物馆里借一幅画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总统通常会把椭圆形办公室作为像全国电视演说的背景墙 以及在此接见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相传这个巨大的班台里有一个暗门 这个秘密是前总统肯黎迪的儿子在捉迷长时爆料出来的 班台附近有五个传感器 按钮可以用来打开报警系统 总统办公室里地面还有八个可以报警的压力传感器 分布在整个办公室的不同区域 受到威胁时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启动压力传感器报警 连接到外面的特勤安保指挥室 瞬间就会有特工冲入办公室 以及拿着狙击枪的枪手 顺着绳子从顶楼跳入办公室 拯救总统 当然白宫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还是那个神秘的白宫地宝 地宝位于白宫东侧地下六层深的地方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相传最初的设计是一个可防核弹袭击的坚固堡垒 后来被改造成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全名为Presidental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简称PEOC 虽然这是一个铜墙铁壁般的空间 但极少被总统真正的使用过 他在历史上总共有记录的事件 仅有两次被使用 2001年911事件当天 由于担心被劫持的飞机撞击白宫 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 当时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爱马伊布鲁克小学 参加一个公开示范课 通过空军一号辗转去了几个空军基地 时任副总统切尼下令政府要员 进入地下掩体避难 第一夫人劳拉 时任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等重要官员 纷纷进入地堡 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画面 后来美方公开照片以后 才首次让地堡内的环境曝光 总统本人当时不在华盛顿特区 完美的错过了暂时进入地堡的机会 这段历史可以进入首页 观看我前面的作品《空军一号》 如果美国总统需要紧急撤离白宫 至少可以通过两条隧道完成 其中一条是通往财政部大楼 并在H街设有一个未标记的入口 另一条隧道则通向南草坪 总统可以在那里迅速的登上 海军陆战队一号专用直升机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前任总统川普 是唯一一个战争状态 使用过末日地堡的总统 白宫门口举行了反对枪杀飞衣男子 乔治·弗洛伊德的抗议活动 在活动的过程中 川普曾前后两次转移到了末日地堡 在XXX的地堡之行后 川普还要求官员们 找到并起诉了那些向媒体透露此信息的人 然而最为搞笑的是 川普曾经自己发推文称 自己在PEOC里十分安全 这么看 美国前川普政府又创造了一个历史 那就是 末日地堡原本的目的是抵御外敌 保护美国最高决策者 总统的安全 保证可在核战期间 发布第二次核打击命令 最终的目的是保护美国的人民 听起来是多么伟大的历史使命啊 而讽刺的是 在川普这个荒唐的总统领导之下 美国末日地堡至建成以来 仅被总统当作暂时使用过的一次 那就是 对抗自己的人民 躲避人民的怒火 看全网稀缺的硬核内容 请记得关注九姑娘的频道 您还想看一些什么奇闻怪谈 一般看不到的事 请在留言区里告诉我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 留个言 支持一下小弟 我会持续带您梦游先进 我们下期再见